美丽的茶园采摘一心二叶 但是要维持好茶叶的品质又不要有虫害 可是得花费不少心血 位在龙田地区有一个秘密基地 精英者是一位退休的老师 他有一天就突发奇想 因为是采用自然农法 要怎么样可以不用喷洒农药就可以驱虫呢 我们的茶园因为范围不大 所以我们在管理上会比较方便 那么我们都不喷药 那么我们有虫害的时候 就用自然的农法器把它用捕捉的 捕捉的话我们很简单的就是用宝特瓶 然后上面我们把它喷了一个 粘梯梯的一个东西 那虫害它自然会扑过来 自然把它抓住 那另外一个方式就是用废洛蒙 然后废洛蒙因为现在我都已经采 拿掉了没有用 用一种叫做粘梯梯的药剂 涂抹在回修的宝特瓶上 就可以成功的吸引小虫子 果然这个方法很奏效 老师也说有时候茶园上会出现 一大堆的宝特瓶 不要惊讶 这可是它的独门秘方 果然一放上去 虫虫都不会有茶叶 也可以保有茶叶良好的品质 东泰宣布政府林婉珍 在龙田地区的裁缝报导 他墨所以就itting 那么我在506400 我很简 noi 我就去 新北 2011